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高航 一起来关心今天1月30号 星期二的重要新闻 川普总统今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 主题为建立安全强大 和令人引以为傲的美国 如一般预期 经济特别是税务改革 将是他强调的重点 今晚是川普上任以来 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 稍早就有资深的官员表示 川普的演说将聚焦在就业 基础建设 移民 贸易和国家安全等五大议题 预期川普会提到股市屡创新高的政绩 在非裔拉丁裔美国人 和女性失业率创新低之下 这名官员说 川普将会明确表示 所有种族在他的任期下都有受益 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哈塞特也表示 税改法案将对经济产生巨大正面的影响 一旦人们看到自己的薪水 就会明白这种效果不是虚构的 移民政策方面 川普会阐述 支持童年时期 随同家长非法入境美国的梦想生 留在美国的理由 但他也会坚持 国会应该同意拨款在美墨边境筑墙 以及禁止移民资助他们的家庭成员 入境到美国 贸易方面 资深的官员表示 川普会强调公平且互惠的贸易协议 稍早川普曾透露 他会在国情资文演说中 讨论美国与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 并且表示 他正在考虑 就中国一试侵犯智慧财产权 采取报复措施 至于国家安全方面 川普预期将会聚焦在国内议题 但也会包括要求增加军事开支 以及讨论 北韩的核子和飞弹测试等重大威胁 联邦众议院议长莱恩表示 他对于昨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决通过 将公布一部分关于 指称联邦调查局FBI 在2016年大选期间 滥权监视川普阵营的 机密备忘录 表示欢迎 但表示此案 不应该与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 混为一谈 这份备忘录 是由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籍的努尼斯所发表的 指称FBI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 在大选期间申请搜索票 监视川普竞选阵营的 外国政策顾问佩吉 莱恩今天表示 相关案件应该要跟 特别检察官穆勒 调查川普阵营的通俄门 分开处理 莱恩认为 应该公布 努尼斯的调查备忘录全部内容 这将有助于消除传闻 也对问责制有帮助 由于这份备忘录暗示 司法部和FBI有共谋反川普的嫌疑 而司法部也反对 公布这份机密的备忘录 使得司法部长赛欣斯 与白宫的关系紧张 民主党对这份备忘录大表不满 认为内容刻意省略关键事实 不应该选择性公布 来抹黑通俄门案 特别简张官穆勒 而共和党内部也意见分歧 众院共和党议员主张公布 但参院议员则不赞成 另一方面 被川普指为民主党史中派的 FBI副局长麦凯比 传出已经于昨天离职的消息 现年49岁的麦凯比 已经在FBI工作20年 将在今年3月中旬符合退休资格 消息来源指出 麦凯比昨天开始休假 但他将继续领薪水 直到3月18号符合退休资格 可以领取退休福利为止 而局长雷一也已经任命 由警戒出身的助理局长伯迪奇 担任代理副局长 由于麦凯比 城市前FBI局长科比的亲信 也在2015年主持前国务卿 史莱里·克林顿的电邮门调查 而他妻子当年以民主党身份 竞选为州参议员时 也曾获克林顿盟友组织的50万资助 这些都使得他不断地遭到川普乃至共和党的抨击 白宫表示川普与他辞职无关 麦凯比则向有人表示 感受到了FBI局长雷一要他走人的压力 继续关心财经消息 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佐斯 投资家巴菲特与摩根大通银行执行长戴蒙今天发表联合声明 将联手进军医疗保险业 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网络电商 创办人贝佐斯 目前是全球首富 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 伯克夏海瑟威控股公司创办人巴菲特 有股神之称 是全球知名的富豪慈善家 摩根大通则是全美最大的银行 声明指出 三方将以联合创投的方式 成立一家医疗保险公司 为美国劳工以及美国家庭 在医疗保险市场上提供更好的服务选项 他们希望能够从科技层面出发 帮助深受诟病的美国医疗保险业 找出解决问题之道 并希望有效的降低医疗成本 这三大企业旗下的全球员工 总数将近84万人 目前这三家公司都为旗下员工及眷属 提供专属医疗保险计划 但并未以商品形式提供给一般的消费者 声明也指出 新公司将不以赚钱为营业导向 规章也不以盈利为限 把焦点转向中国 已经借铃退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 中纪委前书记王岐山 昨天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有消息传出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任用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 湖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 昨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选出了118名全国人大代表 其中包括王岐山在内 由于一般退休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人 不会安排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因此 王岐山的当选被外界解读为 习近平有意继续倚咒王岐山 王岐山1990年代 专攻金融及国企事务 曾在广东省副省长任上解决国企的债务危机 2000年又在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任内 涉足中美及中俄外交旅游建树 他去年因年满68岁必须裸退 但由于他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 最重要的政治帮手和反腐打贪的执行者 因此他的动向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话 指出习近平正在为王岐山考虑几个趋向 包括可能让他在今年3月 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当选国家副主席 协助习近平处理外交事务 并且继续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湾区消息方面 东湾地区公园局正式启动今年的步道挑战 Trolls Challenge活动 希望借此鼓励民众踊跃参与户外活动 维持健康生活方式 步道挑战在1993年首次举办 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 这个活动是由东湾地区公园局 Kaiser医院 以及地区公园基金会提供资金 公园局每年发布的挑战指南中 将会重点突出20条线路 分为简单 中等和高难度等三种级别 有的线路专门给轮椅使用者遛狗 脚踏车或骑马者使用 而东湾公园局也将在指定的游客中心 免费赠送健行指南以及T-shirt 您可以前往东湾公园网站 查询相关路线资料 与游客中心清单 前澳洲高尔夫球球王Jason Day 戴一昨天在Farmers Insurance 公开赛的延长赛中 击败瑞典选手诺伦 拿下个人20个月以来首作PGA赛事冠军 来看优势体育综合报道 这场比赛在前天的最后一轮比赛中 戴一和诺伦两人举行了5次加动赛 都不奉胜负 是这项赛事67年以来历史上最长的例行赛 昨天的延长赛由于是临时举行 大会无法安排保全人员 因此没有观众入场 最后戴一以两竿之叉击败诺伦 拿下了个人20个月以来首作的PGA赛事冠军 以及124.2万美元的奖金 职业网球协会ATP的官网 公布了现已顶尖球员的大赛冠军统计 刚刚拿下欧网公开赛来担冠军的 36岁的瑞士老将费德勒 以20座大满冠金杯 6个年终赛的冠军 27个大师赛的冠军 总共53座大奖独占凹头 其中费德勒的20座大满冠金杯 就占了开放年代之后 男子单打了10% 而在过去5次的大满冠赛事中 费德勒一人就拿下了3座冠军 塞尔维扬名将乔库维奇 以12个大满冠 5个年终赛和30次的大师赛 总共47座大奖金杯 排名第二 西班牙盲牛纳达尔 则拿下了16个大满冠金杯 外加30个大师赛冠军 总共46个大赛冠军 只比乔库维奇少一个 但是纳达尔没有得到过 年终赛的冠军 而由于这三项大赛的重要性 还是略有差异 一般而言 大满冠赛的金杯含金量 仍然最高 因此外界认为 费德勒是真正的大赛之王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